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Panda就會帶大家來到中山坦州這一邊 在南邊的一個項目叫做御風密門 由於這個項目大部分的動數都已經進了火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當成一個燃爐狀態去看 裡面的圓林等等全部都已經做好了 另外這次除了樓盤的基本介紹之外 我們在片尾會有兩個小插曲 有興趣的可以看到片尾那裡 看看我們這兩個小插曲到底在說什麼 現在我們交給Panda 帶我們進去這個樓盤 看真點吧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也是我的Panda 我們今天來到潭州這邊 今天帶大家看的項目就是這個御風密門 這邊就是他們的一個小區現樓的狀況 現在我們先帶大家去消毒工心看看 Go 進去樓盤的銷售中心 它裡面的佈局設計可以說是坦州的樓盤來說是非傳統的 因為就算好像街景康城設計到這麼漂亮 它的銷售中心說真的都是有些金碧輝煌那種的老套 但是這裡就不是的 看起來就比較新式時尚一些 有點像一些新型的酒店的設計 一樣是推了一些一口價的單位出來 12000多到13000多的單價 看起來就相當吸引了 了解一下一會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順 另外也都放了一些耳售單位的銷售 其實也可以看到各洞各單位剩下的就不多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輸售中心這裡的 我身邊這位就是我們展望輸售顧問王先生 那現在就由他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沙盤和區位 好 現在的二方面門的位置就是 檀龍南路和寶芝路交界廁 寶芝路往東的方向就是翠眉和新康州和九康州 往南方向就是南平大橋和灣仔和同北倉城大橋 我們小區的周邊過去的明知站那邊 大概是五分鐘的車程和前山站都是五分鐘的車程 我們周邊的桑軒就是新康州那裏 就是一個康州桑軒 還有前山桑軒和熊南灣桑軒大概是五至十分鐘的車程 孔北桑軒那裏是往南方向就是京南桑大橋 再回沙盛大橋的孔北桑軒大概是十五分鐘的車程 這個位置會連接廣之澳大橋 而吉田桑軒那邊就是往前山大橋一直過九州大橋 車程也是十五至二十分鐘的車程左右 往東 往北的桑軒上面就是105角度是中山的 往西邊桑軒之海大道就是西區那邊的橫琴航空區那邊 我們小區的周邊的配套就是有 這裡有一個優業百貨超市 還有這邊有一個翼爾馬 還有往南的桑軒有一個華伯桑都 周邊的學校我們中山這邊有一個廣大附屬 那個回翠山莊小學 還有這裡有一個十二千小學 還有一個同性小學的 是枝海這邊有一個藏學學校 還有一個實驗中學 還有一個孔北中學都在這邊 我想問一下如果我們的客戶 就是觀眾朋友從香港回到這邊 但他們怎樣走呢 是香港那邊有浪中方法 有一個碼頭就是九州港的碼頭 直接坐船到香港那邊大陸的車程 不是那個船大約一個小時 15分鐘左右 是坐車過來 就經過廣之澳大橋 廣之澳大橋 廣之澳大橋我們這邊有一個 就是那個康海路面接那個金銀快線 那個出口就是我們 我們項目大約5分鐘的車程 接駁回廣之澳大橋 那我們這個項目附近 有沒有什麼公交車 公交車呢 我們就從這個南岸路 就是潭濃南路這個位置 直接有一個奇關車 紅巴士 直接連接那個孔北那個 孔北總站 孔北總站 坐車回香港那邊 大約車程都是50分鐘左右 那這個車的話 就是知不知道大概幾度一班 30分鐘一班 30分鐘一班 OK 那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沙盆 這邊吧 我幫你解釋一下沙盆 現在的位置 石頭部就是一棟的樓下 這裡 我們整個小區 全部建好 一共有31棟 每一棟都是32層高 包括我們之前賣光的 都是32層高的 整個小區的總結束面積 是60萬平方米 總戶數是4521戶 小區的門口 有分東門 南門和西門 車庫只要入口 是東門和西門 南門是人行的 我們上面整個小區 都是人車分流 小區六角度達到35% 會所就在我們13、14棟樓下 會所外面有兩個陽光泳池 會所裏面有恆溫泳 健身美容旗派 全部都在會所裏面 整個小區一共有8個球場 其中有3個藍球場 還有4個藍球場 還有一個網球場的 小區一個二雄遊樂場 就是5棟樓下 現在我再幫你介紹一下 現在我在賣的 在這邊 現在在賣的就是7棟和9棟 我們大正裝修交流 7棟是浪梯4戶 面積01、02這兩個是108平方 03是117 04是105方 其中01、02這兩個是3加1 即等於四房浪青浪外 是潮西藍 03戶型也是一個3加1 南北通 其客廳和陽台 其實有差不多9米 04戶型也是一個3加1 其實潮一個東北 9棟是浪梯六湖 01、02這浪的單位是107方 都是3加1 03戶型是115方 其客廳是一個5米 就是86平方 三加1 浪廳1位 06單位是116方 是一個大三房 我想問一下 我們小區的物業的話 是哪一個呢 小區的物業就是安稅物業 有限公司 也是我們自己公司的一個物業 怎樣收費呢 兩元二一平方 兩元二 這也不太好 那車位可以做到多少 我們的車位是1比1 1比1 對1比1的配套 我們上面全部都是不給車 車全部都是走地下 對 全部都是地下車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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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現時的狀態 都已經是現樓 不過你附清樓款後 它是要六個月時間交樓 因為要做一個裝修給你 而目前亦都有一些的特價貨 剛才大家看到 12000多 13000多 單價的 就是無批交樓的單位 這些是算了做特價貨 不會有裝修 若然是連裝修的一個單價 大概16500到17500左右 由於屋苑都算是頗大的 所以基本上進去都需要用高球車去看示威等等 我個人就覺得它已建成的部分 整體網上的感覺其實是相當之好的 對比坦州其他的屋苑來說 我覺得它都有果之而無不及 整體感覺具有氣派 就是圓林設計也不差 加上基本已經建成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看上去是很真確 看到的 花花草草 樓宇外觀 全部就是這樣 剛剛在現場銷售講解 也有講過 就是回所方面設施是相當之多的 網球場等等 全部都有 泳池也設計得不錯 另外有一樣東西都值得讚的 就是你可以眨眼看上去 入住率也算是相當之高 對比起現時 斗門白礁等等 那邊的屋苑 是要略高一些 另外在大堂等等部分 其實都看到它用了多少石材 看上去都知道這種石材 會比較耐提一些 大堂部分用的金色效果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不老套 除了電梯門 大家可以看看 真的太金了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108方三房涼廳的護形 可以看看 門口看到這個門 是一些實木門 配的鎖是一個密碼 紙密或鎖匙 三客一是一個門鎖 大家可以看到 進來這個門口 這個區域 是一個送一半面積 我們現在進來這裡看看 門口這裡有一個小房子 小小的面窗 是潮馬路的 這房間的面積是全鎖送的 我們去客廳看看 這裡是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而且它有一個大窗 它現在採光度是非常足夠的 好像現在一間 沒有開燈的情況下 這些選擇是足夠的 這裡就是 有一個洗手盆 是一個雙池的洗手盆 這個也是交流標準 這裡又預留了一個 就是熱水器的位置給大家 類似這些櫃 它也是交流標準 對 也不錯 這裡是一個柱 所以這個位置 會有一點奇怪 但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這裡有排櫃 這個操作桌 這邊沒有做過防水槽 只有一邊做過防水槽 廚房三件套 都是交流標準 用的是美的 而且這裏面也有做到兩層 一些收納櫃給大家 這個位置就預留了一個冰箱位 這個冰箱位 只可以放一個單門 如果雙開門 我就放不了 這個餐廳位也是OK的 放了一張 放一張四到六人桌 都是沒問題的 現在就是這個廳 這個廳的開間 應該是在四米左右 因為我是看平面圖的 這裡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是潮南的 這裡就是一個送一半的面積 好像這一邊的空間 這裡有寫到只有五樓、九樓、十三樓、十一樓、二十一樓 它才有這個空間 如果不是五樓、九樓、十三樓、二十一樓 它就只有這一邊 但這一邊的陽台空間也是OK的 因為它現在下午 它是潮南的朝向 所以陽光也是很充足 它這裡也是搶一個動靜分離分區 這邊就是客廳會客區 這邊就是休息區 現在看這間房間 這裡就是一間客房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飄窗 飄窗位是全陣送的 這裡就放了一張雙人床 然後兩邊就有床頭櫃 那邊也有預留到一個衣櫃位 它也有配到一個空調 是尾的 吊頂、燈都是交流標準 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是做到一個乾濕分離的 可以看到 我站進來也不會覺得窄 而且這裡也有配到一個窗 這個窗就是 你到時候不會擔心洗手間的通風問題 好像洗手間這些三件套 它也有配到的 這個怎麼開 這個開不到的嗎 哦 對了 它也有一個鏡櫃收納 然後還有一個洗手盆 洗手盆裡面也有一個櫃的收納 可以看看 再帶一間房間看看 這裡就做了一間兒童房 這個兒童房的窗 是有一個L字的窗 所以彩光是特別舊的 這個房間也有配到空調 空調也是交流標準 主人房 主人房 相對而言大很多 洗手間也有一面窗 彩光特別好 這兩個窗 空間完全可以了 因為真的不會轉不過來 挺大的 也是一面的鏡櫃 洗手盆這些 房間的膠標是木地板 你看看 是木地板 這裏 主人房 還有一個大飄窗 這個大飄窗 也是一個贈送面積 好像 這裡放了一張雙人床 我們可以放一張再大一點的雙人床 然後犧牲一個床頭櫃 衣櫃位置就放這裡 不過如果這裡放衣櫃 我覺得 衣櫃有點細 如果衣服太多的話 可能就不夠用 這裡也是做好雕頂 空調也有做到給大家的贈送 好 聽完詳盡的介紹 我們再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套示範單位 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 小靠雙人庭 我喜歡 你是小靠雙人庭 我喜歡 的小靠雙人庭 讓我一直到處 在那裡 我喜歡 這個節奏 我喜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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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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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